我说很用心 特别你说你也替你妈妈折一个 替你爸爸折一个这样 最后帮助你杀掉的折七个 我这七粒捅铃鸡了 你要给他一个方法 然后他抓到了 再来发挥功德 回向所有中风者 王阿佛 当然为什么会中风 心态 业力 运轻在主 身心吃东西的问题 那这些各位都要懂 这个叫天台中 你对一个人的轮回的 所有的状态 你都要去研究 去了解 去帮助 那要这样去修行 再来 不好意思 王阿佛 各位都在害羞 现在是中道 在市场摆地摊卖菜 空闲的时间 可不可以念地藏经 功德无量 因为 你就是菜市场里面的地藏化身 对不对 那些鱼啊肉啊得到超度啊 那些买菜的得到了地藏菩萨加持过的菜啊 后来你就整个说 我在买地藏菜 人买菜是 是送他长头 骨彩 对不对 你送他地藏经 我帮他念地藏菩萨名号 地藏经放在腰间的包包 可不可以 你的动机是保护他就可以 没在那边啊 放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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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用头脏装摆在这里 古早就这样 现在不一样 现在又放包包嘛 对不对 所以有时候要很 要很算巧方便 像有一次我们出国 行里面摆经典 叔叔叔叔那个经典 那个行李不能放 我都说经典 没有了 你要捆掉吗 没办法啦 但是你把它包好 尊敬他 这样就好了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不能硬邦邦 再来 有人说 在家不能念地藏经 金刚经 虽然知道不正确 那师父如何导正说法 这个一直很流行 就是说 传统的道教 或是不懂的 会有这个想法 念金刚经会空 了解我没办法 念地藏经有鬼 等等等等 所以就干脆不要念 那这个是 当然讲的人是无知 但是他就是好心 他想说 我跟你说我听到就是这样 以而传而 所以我想没有这个的 但是因为念经 它本来就是一种利益众生 你在什么时候在家里念更好 家里也是个逼迫的地方 所以戒毒 一定要到吸毒的地方去戒毒才有用 所以当然寺庙里面 当然没有人在吸毒 那是念经 是为了修行去实践 但是佛法要融入在世间 特别在五卓二世更要念经 再来 同修习惯性的到处 海话批评我 她多次 与亲家公母聊天 因为生气才会 有天问她 不知说多少坏话 而生气说没有 有的话她出去会被车撞死 她会绝子绝孙 怎么办 恐怖的毒是最伤心的我 她多次见死不救 还制造意外 希望我找死 念一下 冤真会苦 冤家碰头 没有冤家怎么会结婚呢 但是有些人真的很冤 因为这个时候你要忏悔 不要怪对方 忏悔 真心的忏悔 甚至她睡觉了 你跪下来向她忏悔 因为她对待你的方法 都是你跪去对待她的方法 很简单 没有别的方法 你要好好忏悔 然后她越骂你 你越要讲好话 还可以消业障 对不对 需要忍辱 那最后她就会改变 那你也经常为她 不施食物给鸟 鱼 特别是狗 哼哼哼哼哼哼 做一些素食给狗吃 它就不会乱叫 还有一个最好的方法 下回八观再见 傍晚买冬瓜茶 请大家好不好 哇甜喔 最好是热的 讚喔 你要让别人甜 你要知道 这个好的 让别人耳朵 听得很舒服 我们讲好听的话 给人家听以外 我们呢 放好听的 咒语送给人家 好不好啊 各位你要练习啊 讲好听的话 制造好听的声音 因为以后你听到了 好不好听 你看我现在讲话 多温柔 我讲得都空气 都好听 所以我声音当然 会越来越好听 所以那你要去制造这个 制造这个 所以像我现在 比较会讲笑话 我不敢不讲 因为不讲我就流眼泪 为什么 过去让女人流眼泪 左眼掉眼泪 让男人流眼泪 右眼掉眼泪 所以我那一天去 女子监狱 为她们讲了两个钟头 最后为她们念一些咒 我就一直掉眼泪 哇 用枪的这样 我都不好意思 怕她看到 我不是在哭 那这是因为 所以我也在消夜上 也知道那些女子受刑人 很苦很苦 她们80%都吸毒了很苦 离开家里的人 所以当然我有这个感动 我觉得她们很苦 而且这些受刑人 有些都是我的父母 甚至有些都是我的姐姐妹妹 我一看我都有直觉她 那是因为今天 她不关进来 今天还听不到佛法 所以把握那个音源 早上我要去 还取消两次 因为女子监狱 报纸有报一些新闻 所以她们到底办也不好 不办也不好 办也不好 然后就在一直开会 我说没关系 随缘 结果进去还是决定办 办了以后全部人戴口罩 我说为什么 你们都感冒啊 我说不是啊 这样就摄影就拍不到啊 你们有照相啊 而且里面也在传染病 拉肚子啊 就我一个没戴口罩 所以 无论如何 在里面要办一场法会 还不容易 所以来 法会功德 我叫女子监狱 所有监狱 身上人之 冤心在足 所有女子 监狱女子 身上流产胎儿 王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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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不动如来 胎儿离苦 众生离苦 早点出狱 王啊好 我为什么讲胎儿 那天我有答应说 我会帮你们超度 堕胎胎儿 晚上回去就不记 我回去 哇 不舒服 胸闷 痒痒的 痒痒的 有小朋友 原来堕胎胎儿啊 所以 你讲了 他就 他就很高兴 对不对 要帮助他嘛 好 再来 回向 受外灵影响 来 王啊好 恢复正常 外灵超度 当然 人也要控制自己 当你觉得你身心有一点障碍 你就不要去随顺自己的个性 我想要讲话 我想 你越熟顺他 魔越高兴 我知道我有点障碍 那我就克制自己 不要讲话 不要动 这样 尽量的 不要 不要像有些人 有点忧郁症 三千八年也要打电话 吵你 因为他就随顺自己 然后魔就会 让他加一倍的痛苦 你要自己 自己 抗拒 这个抗拒就是用悲心 不要随顺自己的不好的念头 我要我要 然后 变成一种空性 悲心 求阿弥陀佛加持你 观音管 你就可以把你的 这些 强迫症 忧郁症 减低 好 再来 车祸 四肢骨折 双脚粉碎 腰椎骨断了两截 很严重 来 轰啊 轰啊轰 轰啊轰 各位你观修 有人把动物 打碎掉 骨头什么都碎掉了 那他就会有这个果报 所以 那我们要 因为很多人在这样做 就像因为 他们在卖鸡腿的 卖猪腿的 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 所以 那当然家里人 要多帮他放生啊 让他离苦 咚咚咚咚咚咚 回向所有动物亡灵 各位你不要怕 一个人我可以啊 这么多我没办法 佛法没有数量的分别 没有时间地点的差别 一切唯心所造 你对三宝有信心 他马上就可以 一万人还可以把他带走 那边有战争 死了几万人 念一下 咚咚咚咚咚 就是你要这样观想 阿弥陀佛也可以 念心经也可以 你有时间 你想到战争啊 那些问题 屠杀的地方 你为他念一遍心经 但是你要相信 他们得到了净化 得到了净化 阿弥陀佛 要来消除他的我子业障 然后呢 地藏佛萨 就是按照你所念的 去相信 去圆满 然后至少你心就圆满了 请问什么是净土来的人 为什么净土来的人 净土要到人间 他有什么责任吗 我想往生净土 是为了再来 因为往生净土 佛陀给他的教育 就是希望他 倒架持行 学观音菩萨 所以叫不退菩萨为伴侣 只是你往生净土 可以随愿来 有些人要等到 几大阿僧齐节 到了最高阶段 他才要来 有些人 悲心比较足 他可能 因缘到他就来 但是无论如何 在净土的菩萨 他绝对不是被关在里面的 当然关在里面 是为了听我们佛法 但是呢 在某些时间呢 他是来去自如的 比如说 真华长老 如虚长老 他们往生呢 都在净土 当我们这样齐寝 他有没有来 就来 这个就是在净土 不可思议 所以 甚至因为在净土以后 他就像一个佛的法身一样 法身可以骗一切处的 那 当然在净土的人的念头 不会去做坏事的 那只是你自己的愿 你自己的愿 比如说 今天好了 我再过五天要往生了 我要往生净土 但是我有发一个愿 某人来投胎的时候 我会来 我就来了 虽然我现在往生净土 但是那个人来投胎的时候 我的愿 他就会来 而不是说 你跟净土就脱离了 不是那个人 就看你自己过去发的愿 因为你发这个愿 是希望来帮他 所以 这个愿是个善愿 但是你净土不可能说 我今天我要来杀你 所以来 那不会来 因为不符合净土 所以 那你是满他的愿 大家一起 又来修行利益众生 这是九品 当然你也可以到 圆满的上品上升 正的最高的阶段再来 那无论如何 我是这样 所以我认为这个世间 有很多净土来的人 但是他就比较清净 净土来的人有个特点 清净 柔软 没有称恨 爱别人 关怀 负责任 这个是自然的 这个叫菩萨总性 就是这样 但是当然有 知良圆满的来的 所以 也有还没有圆满的 但是 我想 重点不在于 你是不是从净土来 重点是你要知道 佛法修行的目标 在哪里 心态行为 再来人死后火化了 把骨灰撒在海里 你有什么看法 随缘 重点是 他的意思 善业 随缘他去吧 有些人喜欢扫着大海 有些人做土葬 就是 不是土葬 现在流行 种在花 树葬 那外国人是花葬 外国人是他的 放一下 那上面种一个花 漂亮的花 比较矮的 那也有树 然后把它的骨灰 变成一种肥料 这样啊 那如果中国人就 我不敢 就要变龟行 变求行 那就看你的想法了 但是我觉得 像我在超渡 我直觉 他们也跟我说 外国人很容易超渡 因为外国人还没死 就已经超渡了 为什么 不执着家里 自己去老人院报到 或是孤独的住在家里 他不会想说 儿子啊 你来陪我 那我们中国人说 哪里都没人 哪里都没人 没关系 还要队才会 还要队掉掉 因为这是我们华人的习惯